我們看第一題 第一題的話 求Log Log327 這次考定義 就是30幾次方等27的意思 30幾次方等27 是不是33次方 3乘33 所以這邊答案是次方3 那這邊要表達要考的是這樣子 他主要考他定義 要考誰的誰的次方 像這個例子的話是3的 幾次方27 答案是3 這題主要考的話 是他那個 這條公式 就是Log的A的N次方 然後為底 然後B的N次方在上面 那他可以直接把次方提到前面來 就變成M分子N 等於我們可以把M次方拉到前面來 等於說M放到分母 然後N放到分子 那這時候A跟B都沒有次方寫在右邊 好那我們這邊地址來看一下第一題 第一題要漏個七分之一 那七分之一意思 是不是7的 -1次方 那343是7的3次方 那7的3次方 那這樣的話咧 我們就有上下都有次方 都變7囉 那我們就把下面的次方提到前面來 把下面的次方提到前面來 好那這樣子的話咧 我們的分母是不是就是把這邊的-1 搬過來 放這邊來 就變-1次方 好那3也搬過來變成3次方 好那下一步這邊是1 這邊是1 這邊是1啦 那這邊-1分之3 我們把它算出來是-3 所以往下 當然就是-3 OK 好我們來看第三題 那LOG更號5的625的話 基本上跟剛剛一樣 也是靠這公式 我們把更號5顯5的次方 625顯5的次方 好那那個 更號5的話是5的2分之1次方 5的2分之1次方 625是5的4次方 5的4次方 5的4次方 好 那再來往下 我們把這4次方呢 也可以提到前面來 然後下面的2分之2也可以提到前面來 好那這邊的話呢 4就可以搬過來 這個2分之1可以搬過來 這個2分之1可以搬過來 當分我們下面 好選這樣子以後 這邊呢 分母是不是還有個分數 好分母有個分數 那所以這邊的話 分數有分數成半 那這邊LOG5 5是1喔 因為5多少次方是5是不是1 所以要除以這一塊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直接上下都乘2 好那上下乘2的話呢 這叫分數叫擴分啦 分子分母都乘一樣東西 我們等號是成立的 好所以下一步的話呢 這個是1 好那個2跟2約掉 那4乘2是8嘛 所以最後答案是8 那這邊1就不用寫了 好這結束 這第三題 那我們看第四題 好我們看第四題 它題目是LOG以9為底的 81又更好3分之1啦 好所以這邊的話呢 分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下面是9 然後這邊分數 我的81跟更好3 可以寫3的次方 所以我們把這邊呢 上下都寫3的次方 然後下面的話呢 比較簡單 因為9是3的2次方 這個沒問題 所以這邊的話呢 3的2次方OK 現在問題是 這個81又更好3分之1 到底是3幾次方 這邊是3幾次方 這邊要處理的 好那我們往下 好 因為空間有限 所以我另外算81更好3分之1 這邊有另外寫 這邊有另外寫 好那這個81啊 可以寫3的4次方 好這3的4次方 那再來更好3本身呢 是3的2分之1次方 好3的2分之1次方 所以分母是不是3的4次方 乘3的2分之1 是不是次方相加 好它就變成3的4次方加2分之1次方 因為兩數相乘 某個都指數問題的話 底數相同 次方相加嘛 好那我們把這邊4加2分之1加出來 好那這邊4加2分之1寫2分之8加2分之1 等於2分之2分之9 如果你分數不太會加 我這邊幫你寫好 所以這邊是2分之9 好這邊是3的2分之9次方分之1 好那再來還沒完喔 分之1的話 本身在數字上是負次方的意思 所以還可以再往下一步 就是2分之9再加個負次方 這邊要加負喔 所以在這邊的話咧 81更號3分之1可以選3的-2分之9次方 然後把這個填到這邊格子來 好這邊就把它塗掉囉 好把它填進來 好我們把它填進來 這邊就變3的-2分之9次方 好那下一步就回到這個公式 把次方移到前面 上面次方是分子下面次方是分母 好所以-2分之9 跑到這邊變前面-2分之9分子 這個2移到過來就變2 好那下一步跟剛剛一樣在上面一樣 我們同成員2 分中的分數碼分母幹掉的話 我們把它同成2 這樣的話這個2就約掉了 那我們下一步就可以 這邊是1嘛 所以下一步就直接可以是吧 這邊4跟這邊-9連下來 4分之-9 那這裡就答案 OK 好第一大體結束